有一个词我想请教一下 我经常听到我不懂什么意思 什么叫朋友圈暴改 朋友圈暴改就是 比如说跟朋友在旅游的时候 其实旅游的过程当中很辛苦 比如说太阳很晒 然后路途很远 坐了很久的车 非常累 到家躺着 拍了几张好看的照片 就是精装朋友圈用的 我有个哥们 我们一起前段时间去了这个西北 他朋友圈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精装 真的长得可帅了 我有机会一定把他请到咱们节目来 对 然后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现场呢 可能就是有点毛皮了 包括他当时甚至一脚踩的 这个东台吉纳尔湖的盐湖水里面 后来这个也是脚里面很多这种盐 暴改朋友圈就是这种感觉 有女生要分享一下 你们暴改过朋友圈的内容 一般都是什么 17号 男嘉宾你好 看到你分享你朋友 没有在青海那边玩的日常 就是我之前在明沙山 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就是莫名其妙 我就赶上了说是几年一遇的 那种很大的沙尘暴 但是我那天又约拍了 那个敦煌风 然后我约都约了 而且我就去那一两天 我就不想浪费 然后我就顶着沙尘暴去了 然后当时就是 我们自己带的相机 那个相机就是全都进沙子 就扭一下 那个变焦环都会嘎嘎响 然后我的耳朵里也全是沙子 头发里也都是 但是照片很好看 然后朋友圈都很精装 明沙山 我也去过 我去的时候风沙也很大 然后当时在明沙山 拍那个照片的时候 其实我很想拍那种 侠客风的那种感觉 你会发现现场 有几万个侠客 可能是这样 就这个是吧 对 这个是当时精装版的 其实毛皮版的 就是浑身的嘴里 在鞋子里 到处都是杀的 这个很好 你这个所有男生 都可以用了 对 你说谁都行 对 就这个是陈铭也相信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是孟非也相信 就发80多个朋友圈的 对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